今天來跟大家好好聊聊 吸氣跟吐氣之間到底有哪些事情要注意 嗨大家好我是人間貓 歡迎來到Nickelmau Flute頻道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基本功第一集 請務必先去把基本功第一集看完再回來這裡 為什麼呼吸這麼重要呢 你如果知道深呼吸是可以讓人減輕焦慮感的 那你就會知道在演奏或是練習的過程當中 你在呼吸的時候就像在跟他搏鬥的情況下 這種焦躁感是很難讓演奏長笛變成一件愉快的事情 所以呢在一開始呢確立正確的方向是很重要的 好所以到底要怎麼吸氣呢 好首先你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確保你這個吸氣的流程是順暢的 這個在我們基本功第一集呢有提到 最重要的呢就是要避免聳肩式的吸氣 聳肩式的吸氣呢很容易會讓你吸不到氣 以及喉嚨緊縮 所以當你在演奏的時候呢 你可能就會很容易出現山陽式的抖音 山陽式的抖音是不受控制的 而且因為頻率相當的高而且不穩定 聽起來很容易讓你感到不舒服 重點是呢你也會因此呢 而影響到整體的音色還有氣息的控制 那如果呢你是本身就已經很容易有肩頸緊繃的問題的人呢 請去看我的這個長笛基本功的第五集 他可以大幅度的去先改善你這個問題 然後讓你處於一個放鬆的狀態 將你的這個身體的這個容器準備好 那第二件呢你要確保的事情呢 就是你的拿長笛的姿勢還有站姿是正確的 尤其是你的頭部請不要往下垂去想像頭頂呢 有一根線把你直直的拉上去 這個在我基本功第三集 拿長笛正確知識裡頭也有提到 還沒有去看的人務必去看 我會將這些呢都放在前面兩點這麼重要的事情 就是呢這些事情是完全不能忽略的 只要你有一件一個小小的環節呢 是沒有注意到他就會影響到你後面的學習 好那第三件呢你要注意到的事情呢 是如何在一瞬間將大量的氣吸進你的身體裡 吹奏長笛要使用的氣的量呢 其實比很多的管樂器都還要多 因為呢我們吹長笛算是半開放式的 所以我們的氣呢如果沒有控制好呢 很容易就會卸掉 所以呢我們需要用到的氣量呢 其實相對來說也是比較多的 當然這也代表了呢你要控制氣的能力 你需要再更好更精確 你才能夠好好駕馭這個樂器 好所以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一部分的氣呢是會被浪費掉的 所以在短時間之內呢吸進大量的氣是非常重要的 這時候呢你就會需要有ho的這個嘴形 ho這個嘴形 這在之前呢的課程裡頭也有提到 好不過今天呢我想讓大家好好去感覺一下 體驗一下ho嘴形的這個威力 好首先呢你將上下排牙齒輕輕的咬住之後 吸一口氣像這樣 好然後你現在去感覺一下 剛剛吸氣的時候是哪裡會涼涼的呢 OK應該會是上下排牙齒的後方 好第二個呢是你現在把你嘴巴微微的張開 然後吸氣 那不知道你現在會覺得哪裡涼涼的呢 應該會是整個口腔 好那接著呢你就使用ho嘴形來吸氣 好那你現在感覺一下會是哪裡涼涼的呢 應該是一路到喉嚨以及胸腔的地方會是很涼的狀態吧 這就表示呢這個ho嘴形呢 他直接把你的這個氣管打開了 讓你可以很通暢的 通暢無阻的將你的氣吸進身體裡 所以這也是很好的指標呢 可以讓你在練習的時候去檢視你的呼吸是不是正確的 因為很多人呢在吹咒的時候呢 因為要注意的細節很多呢 他可能會嘴巴張得很開 但實際上他並沒有確實的把氣吸進身體裡 所以當你明白了你正確呼吸的這個ho嘴形呢 可以帶給你的這樣的感受的時候 記得在你練習的時候 時刻的去感覺 覺察你自己的身體 你是不是有正確的把氣吸進身體裡 當你有你有覺得你這個胸腔呢 有涼涼的氣息感的時候呢 就表示你的氣呢吸的是夠深夠大口的 好講完了怎麼吸氣 吐氣其實也是超重要的 現在呢就來講講到底吐氣的過程 我們要注意什麼事情 很多人包含我自己在過往學習的過程當中呢 我都會以為當我把氣吸進去之後 我要將我的氣流在我的身體裡 我就是死命的將我的肚子撐住 所以你就會在吹的過程當中吸完氣之後 肚子就呈現一個一直往外撐的狀態 但其實呢真正正確的方式呢 是將你把氣吸進去之後呢 你的肚子是慢慢慢慢的往內縮 直到你把氣吐完那一刻 然後再把氣吸進去的 好我知道呢如果呢你已經長時間呢 把你的這個吸完氣之後 就把肚子往外撐的人可能會覺得 蛤 吱吱吱吱吱吱 是這樣嗎 好我現在就來講喔 你就想 為什麼你的肚子腹腔會脹起來 是因為你把氣吸進身體裡 對吧 所以呢因為你吸進身體裡 然後你吸得夠深 所以呢你的後腰部以及腹部的地方 就會微微的容起 那今天呢 你把氣慢慢的吐掉 你身體裡就沒有裝這些氣啦 所以正常來說不就是應該你的身體 就是會慢慢消下去嗎 好只是呢為了避免呢我們的氣呢 一下子就 呼 泄光了 我們還是有一件事情必須要做 就是呢我們要適當運用我們腹部的肌肉 去施點力氣 將我們這些氣慢慢慢慢慢慢的放掉 如果呢你處於太放鬆的狀態呢 那你的氣就一下就散掉了對吧 就像呢我在基本功第一集的時候 有講到你的整個這個腹腔 你要去想像整個這個身體呢 就像是一個很大前後都很圓的那個袋子 好你現在就去想喔 你是一個用肉做成的袋子嘛 OK然後你現在把氣吸進去了 好外面這些肉都是你的 你可以運用的肌肉群嘛 好可是呢你現在呢吸進去之後呢 你就很放鬆 好所以如果你這個處於很放鬆的話 那不就 你隨便壓一下氣就 就散掉了 好所以我們就要去想像呢 我們這個很大的袋子 外面它是一個很像網狀的束帶 那這個網狀的束帶呢 在你把氣吸進去之後 漲大之後 你這些束帶呢 要微微的去用力 用到正確的肌肉 然後將你這個氣這樣 有點微微的鎖在裡頭 然後你再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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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把氣吐了 好所以現在重點就來了喔 什麼是適當的肌肉群 好接下來這個練習呢 它可以去找 讓你找到呢這些肌肉群 以及怎麼樣是適合 剛剛好的力道呢 去將你這些氣keep住 好這練習是這樣的 好OK我再做一次喔 好 好為什麼要做這練習呢 因為當你在發出短促的S的這個聲音的時候呢 可以去幫你找到 你到底是運用了腹部哪些肌肉群 然後以及它的力道 好因為當你不知道這個肌肉群或是 太多名詞給你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一點就是迷思在其中 所以你直接使用這個練習 是最快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肌肉群 好所以你運用短促的S連續的五個S的音去找到呢 這個肌肉群之後 然後在你比較土那個長的S的這個音的時候呢 記得呢要把你剛剛那個五次裡面 感覺到那些肌肉群在這個S的過程當中去運用上 以及這個力道 好現在呢 試著呢去用視覺式的方式讓你去感受一下 S 好也就是呢你肚子的肌肉 我剛剛手呢 其實是代表著你肚子的這些肌肉群 好那當你在吐這個長的S的時候 記得呢要把你剛剛短促的音感受到這些肌肉群還有力道使用上 當你做到這件事之後你就會發現呢 你的吐氣這個過程變得比較輕鬆了 好因為呢如果你是用外撐的方式呢去把你肚子用力住 它在某種程度上 稍是可以讓你的氣不要那麼快卸掉了 可是因為它違反了你身體的運作 所以你會額外的耗費非常大的力氣 所以你吹到後來很容易就會造成你 接著你接下來上半身 將硬啊然後體力不支啊 然後以及運用太多的力氣導致你身體發抖的這些現象 好講完吸氣還有吐氣 我們身體上要注意的所有的細節之後呢 我們要稍微提到呢我們在演奏長笛上面有一件事情 在你吐氣的時候也非常重要的 好就是呢我們要讓我們的氣柱是集中的狀態 好還記得我基本功的第六集呢其實有講到呢怎麼讓你嘴形集中的方法吧 今天呢就不在這裡贅訴了 有興趣的人呢可以去找來看 好所以當你呢有捉摸到這個讓嘴形集中的方法之後呢 你就可以感覺到呢你的氣從原本的一片變成 比較柱狀比較集中的樣子 好如果呢你有感覺到呢你的這個氣柱呢明顯的是有集中的就表示你成功了 好如果呢以上的流程呢你都已經明白了 那記得接下來呢你就要在你的長笛上實際來運作了 那為了呢讓你可以去同時間去記住所有的流程以及內化呢 就先從最簡單的長音開始來做這個練習 好那記得喔這個不是氣長的比賽 所以你能吐多長就吐多長 不要吐到讓自己身體在發抖的狀態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內容希望有解答呢你對呼吸上面的疑惑 那如果呢你希望有人跟你討論呢你在吹舟上的問題想要對症下藥的話 也歡迎加入的線上教練課程 好如果你喜歡以上的影片呢 歡迎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們訂閱我的頻道 為我的影片按讚 或是給我實際的支持 donate我的頻道 或購買我的樂譜 對了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處給我回饋喔 這樣可以讓我的頻道內容更加的豐富 好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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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請… axis… 畢竟